哈喽大家好我是宁管 这是我给我粉丝买的那个发电机组中的发电机 粉丝说的这个发电机是完全不能用的 接下来我就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用 这个接线盒完全已经面目全非了 看这个接线装 然后看这个电压表 这个罩罩不知道它是从哪里弄的 完全就不是这个电机的尺寸 我这个要重新弄一个 这个罩罩也没有 这个皮带盘已经捏了 它们还是用同汉焊过的 看来这个发电机是承受了 它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了 接下来我就开始拆它 这里面都已经有老鼠窝了 老鼠使得这么一大堆了 刚刚我看了一下这个线圈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主要是这里线头被老鼠咬破了 只需要换一下这个线头换新的 然后把这些线头拟一下 我自己用的东西我要把它处理到美美的 接下来我就开始处理这些了 这个机器我已经全部拆下来了 接下来我就把这个外壳给拍一下 我可以用下冷藏液的水 煮面 煮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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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今天停电 刚刚都是用柴油机放到电 剩一种炒 我就没有解说 接下来我就开始接这个线了 这两根接出来是接指示灯的线 这三根接出来是接掌扭器的线 这是分别是逆子绕组和斜步绕组 然后这个主要组的三个头 接出来分别接一根 作为那个火线 然后另外的三个尾 接一根线出来作为凝线 接下来我就开始接了 因为我这几天 这个手压了一个血泡 然后有点痛 我这段时间拍的视频 都是这个手指翘起来的 可能大家不知道觉得我矫情 所以让你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Masters Fina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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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入鞋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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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